好 各位老師 接下來我們就請大家 熱熱掌聲歡迎我們的 台灣世大車輛與能源學程的 彭文軒彭主任 我們掌聲歡迎彭主任 好 感謝院長還有在座的夥伴 那大家 很多人看起來蠻眼熟的 我想有一些人都並肩作戰過 那整個場面格外溫馨 非常感謝前面四級老師 中醫老師 還有尤老師的分享專題還有創意組 其實從這裡面我筆記還抄得滿滿的 所以其實從中間也學到蠻多的 例如說像這一次專題組 它可以拿到第一 我想主要第一個還蠻重要的就是 公投題目這個東西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基本上同學決定的東西 就是他們有興趣的 他們會有比較強烈的動機可以去完成 好 這個是我第一個看到還不錯的 然後再來的話 專題組它比較著重於務實自用 也就是說它不用一個很有創意的punch 而是說這個東西未來商品化 在近期的三到五年的可行性夠高 然後東西它的成本夠 像剛剛說的 我就不要用眼洞儀啊 但是我用類似的方式可以做出同樣的效果 這個是很重要 在專題組很重要 而且我們評審一定會問說 好 那你這個的話是結合哪一門課 這一門課的第幾張 這個部分的話一定 我等一下會列一些題庫上來 再來的話就是 當然房呆是很重要的 就是評審基本上就是在做一個早茶的工作 也就是說我們一定會問說 如果它不打方向燈 或是說它如果頭就是不看後照鏡 它如果說身體傾斜怎麼樣 我們會列出一大堆的問題 所以這種防呆的機制 在你設計產品的時候 你剛開始就要有一些想法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影片是需要的 的確剛剛有影片也不錯的展示 其實像介紹電路元件 因為這個老師都懂 有的時候那個部分可以拿掉 但是從而代替的是解釋那個電路的原理 因為老師通常就是會說 你這條線為什麼要這樣拉 這個是專題組 那整體是很不錯 那我從那個有老師這邊 創意組會學到就是代人要代心 我覺得還滿重要的 因為老師跟同學是一體 然後就我們帶學生的這一個過程的話 我們會發現 他們有的時候的確是有情緒化 然後還有我帶學生一樣 我們就會去 例如說去買麥當勞去買什麼 然後就在研究室裡面 然後邊吃邊聊天去激發想法 大家像朋友一樣 那我覺得跟有老師的這種做法還滿像的 就是專題的時候是很嚴厲 舉例來說 我們去參加比賽的前一天 的確就是福祿壽就坐在這邊 然後那個同學就在上面演練 然後演練到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砲轟到他到最後 我們有一次他也得金牌獎 他演練到到最後直接摔那個 摔這個東西 因為他的EQ 就是你一定要給他磨出來 可是到最後一樣 上場前的幾分鐘就說 你行的 你沒問題 就是你最後一定要給他打一個強心器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Google搜尋 這個是隨手可得的 就像我們評審 我們沒時間去看每一樣作品 我怎麼知道你這個作品有沒有做過 一定就是Google 所以你Google是最基本 這個創意組必須要有的東西 那個創意所需要的就是一個創意的Punch 我看到這個東西沒人做過 就是他了 剩下的那些圖、錶、動機 那些只是後面加分的部分 所以專題組跟創意組實際上是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專題組 就我們以前的經驗來說的話 因為它的最高是應用跟整合性 它佔了40% 所以你系統的完成度、完整性很重要 你不要說用一個紙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看同學 他可能用一個瓦刃紙去做一輛車子 然後車子不小心還會垮掉 那這個部分的話盡量避免 因為你今天要呈現的是一個 未來後續商品化具有價值的東西 你不要做得很容易 你就要具有一定的完整性 但是相對的你找廠商代工的著痕不移太過 因為這個老師也會問出來 有些我知道有些為了要招收學生 他就是找外面的廠商去代工 做出來的東西 那個是連我們大學或研究所 都做不出來的東西 那個的確就會被扣分 然後第二個就像剛剛那個專題組說的 就是說你跟汽車電子的哪裡相關 你的跟課程的相關性 你要列舉課程的名稱 還有對應的章節 因為老師想不到要問什麼 他就會問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創新性跟表達能力 那不管是專題還是創意組 我們都會問說你有沒有申請過專例 你的專例是新型還是發明 如果在座如果有帶對的話 學生應該都有反應 我們都會問這個東西 有些團隊他直接就在那邊 把中華民國的專利證書就秀出來 那個的確就有加分 因為那個是白紙黑字證明說 你這個是有經過審核的 但記得喔 新型的話是刑事審 發明的話是實質審 發明的話當然是比新型更好 這個給大家一個概念 那當然你如果 甚至我還有看過有人申請美國專利 那個又是更具有創新性 那的確就像剛剛尤老師說的 創意組來說的話 讀創性跟表達能力很重要 所以你看不謀而合 我這邊就是寫說 Google查詢 評審也是從Google去看有沒有創意 所以你們做創意組的 剛開始Google搜尋是很重要 那還有表達能力 不但是作品的創意 你在呈現的創意也是一點 所以基本上我把現場的十分鐘 當成一個Live Show 你這個Live Show的表演是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在比賽前你要不斷的模擬 你怎麼樣去掩飾你作品 凸顯它的特點 然後再來實用性的話 可操作 它可以操作 但是因為它是比較前瞻的 比較前瞻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要求說它一定要 這個我們三年或是五年之內商品化 可是後續如果你有在五到十年後 商品化的可行性的話 那是更加分 那是更加分 好 那我們先講這個 發想跟實作這一塊 那第一個不要大鍋炒 因為我本身也是世界青少年發明展的 國際裁判長 所以看了這個所有的作品 我們很怕的一種作品特質是什麼 這在車上也有可能 因為車輛的特質就是 你可以把任何的高科技全部都塞在車上 物聯網對應車聯網 然後引擎有化工材料 然後例如說機構設計 電控 資通訊 5G 全部都是可以在車體這個載台上面去呈現 但是你不能用大鍋炒 舉例來說我們評審頻道有一把雨傘 這個雨傘它上面放了太陽能電池在那個傘面 然後這個傘面然後那個傘柄的地方它又裝了GPS 然後怕撐傘無聊它就裝個MP3 拉個耳機 然後再來的話你要提供電力、儲電、鋁電池 然後最後的話這個雨傘的頭那邊還裝一個登山架 那各位先進覺得這個作品有創意嗎 看起來很多功能 我直接就問他一句話 那請問這個雨傘都多重 那他就沒有第二句話 所以基本上不要大鍋炒把你最重要的創意 胖曲給失焦了 這個很重要 但是我傾向讓各位在既有的東西上去發揮 例如說我最常做的是什麼 多功能這個就比較不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A 你今天有B A存在、B存在 可是問題A加B不存在 它就是一個創新 我等一下會用我之前比賽的例子跟各位分享 那這個PPAP 這個因為是以前的東西 它後來就不紅了 簡單講就是說它有筆 然後它有蘋果 插下去就變Apple Pen 但是這不具任何意義 簡單講就是說 你可以像例如說我剛進師大 我對電動車還算了解 可是我跟電機系的一位老師 他本身會做控制 結合之後 他就是一個新型的電動車 或者是說我了解電池 那我就跟公教系 例如說鄧敦平老師合作 因為他懂奈米流體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新型的冷卻系統 所以我們就透過A也有 習之技術 B是習之技術 那所以A加B的話 新的東西、新的東西 所以就可以大量的發表一些文章 或是有一些創意 好然後呢 再來的話我大概用我的這一個案例 跟各位分享一些發想的原則 那就像剛剛院長的說明 的確就是我們有參加 玉龍的創性風雲賞 那它是華人地區最大的 汽車設計比賽 那的確每一屆都有一百多隊參加 那不乏有一些台青交層的團隊 但是因為為什麼會三屆都拿到 這個第一名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我有掌握A加B的一個概念 什麼意思 最近流行電動車 電動車它的結構的話呢 是例如說電池提供給馬達 但是呢 又有一輛車印度的塔塔 它本身是空氣動力車 所以空氣動力的高壓空氣 經過了一個電池法 提供空氣給空氣馬達 所以它就變成呢 是一個前氣動後電動的一個氣電混合車 有別於現在市面的油電混合車 它就是一個完全顛覆的創新觀念 你說有沒有人做氣動 有啊 有沒有人做電動 做太多了 可是沒有人把這個結合 目的是要節省電池的重量以及成本 你的效益要講出來 所以我們就請我們的同學呢 去西門町買了一個最大底盤的 這一個遙控車 它本身就是電控 我在把空氣裝進去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第一屆是這樣拿 那第二屆呢 我們是透過聯想法 一樣就是買麥當勞 然後在這個研究室 就是邊吃邊聊天 突然就是 老師有沒有聽過壓電材料 有啊 壓電材料怎樣 然後就是說壓電材料 壓了就會產生電 電跟電動車好像有相關 什麼東西 車子哪個地方會壓到電嗎 可能它會壓縮呢 可能是避震 還有輪胎 我們就去查 避震好像有人用過壓電材料 我們就把壓電材料 放在輪胎的內胎 當它滾到地表的時候呢 會因為壓縮還有伸張產生電荷 然後我們再經過整流 變成電力回充到電瓶 以增加電動車的續航力 這個完全是創新沒有人做過 所以我們的這個Layout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壓電晶片 那這個是正負極 拉出來之後呢 我們像有刷馬達這個輪圈這邊有兩圈 一圈是正極一圈是負極 我收集電荷之後經過整流 再送火油電動車的電瓶 我就可以提升車子的續航力 那同時跟再重複一下觀念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沒人做過 你要怎麼讓評審青睞就是像這個圖 他就是申請了專利 所以馬上評審他只要看到那張紙 他基本上就認可你的作品 那第三次的第一名是 我們整合磁鐵跟百頁窗 那就像剛剛這個專題組一樣 就是車輛安全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把磁鐵 這也是透過聯想法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透過自然的現象 讓兩輛車彼此不要碰撞 不要碰撞就是互刺力 什麼東西會產生互刺力 就是磁鐵 磁鐵的話 NN相對 SS相對它就會彈開 所以我們的這個機構叫做磁彈防撞機構 我們就請同學呢 就把一個這個車門搬下來 然後呢 這個車門挖空 然後這邊塞上磁條 那所以NN級就會相似 可是通常各位這個師長 就是你做一個作品的話 它可以有更多的附加功能 舉例來說 我這邊做成像百頁窗 我一個電動馬達一帶動 它N級一翻斬變S級 S級如果跟N級相接的話 它可以變什麼 如果你有一輛電動車叼掐的話 我一輛車從N級變成S級 吸它我就可以做道路救援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同一個作品 你可以把效益能夠想多遠就想多遠 那的確 你們在推出你的這個展示作品的時候 像剛剛有說做三折葉 那我們是做庫卡 庫卡就是一張小的明信片 那明信片看起來還滿精美的 上面就是把你的所有的技術含量上去 的確跟三折葉也滿像的 好 那剩下的就是像 有申請過專利的這個多能源補充站 除電 除空氣 除氫氣 在經過太陽能板之間的能量互流 那這個就是子母車 這個子母車有獲得一個教育部的創意獎 就是大車裡面載小車 小車出來除人物 不管在軍事或救難上面都可以用 那最底下這個的話 是我們岩堤科技部的計畫 這也滿好玩的伸縮車 那這台車在我們汽車工廠 之前 現在不知道放在倉庫還哪裡 那全盛時期它是可以動的 那我簡單講就是說 我按一個開關 前後的這個螺桿它就會拉開 然後左右螺桿它就會拉開 所以它變成從一個一人坐的車子 變成五人坐的車子 以適應在都會區或是你假日的時候 帶全家出去玩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破壞性的創新 滿適合放在創意組 但是也不排除 如果你有一定的進步性 既有這產品上面去做延伸 你可以放在專題組 好 所以各位在做東西的時候 還有動機選題目的時候要注意就是說 其實不管是國際的比賽還是國內的比賽 其實我們很滿重視機電整合 它某種程度正比於成績 像剛剛有老師做的那個作品 算是一個還滿特例的 是因為它的確是夠創新 比較少人做過 否則的話 如果你專題組要在既有的產品上面去做延伸的話 我們是希望你有一些電控的部分 例如說你自己設計電控制器 怎麼樣透過感測的訊號做處理 還有你是不是有Arduino的 因為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高中幾乎都在玩Arduino 很多做專題都是跟Arduino結合 電路設計 程式撰寫 還有監控的UI介面 有些很簡單的你直接可以拉視窗出來 這些我相信高中生都做得到 那這個的確就有加分 還有我剛剛說的 它可以在中華民國的專利檢索系統被找到 或是USPTO美國專利 那記得發明是大於心形 我們評審在看這件事是這樣 然後跟所學結合 你可以直接置入在你的這個 你的計畫書裡面的專題報告裡面的 這個我是跟哪一個科目的哪一張 還有啊 剛剛我看到那個第一組也不錯了 就是說要跟數據佐證 你知道就是我們的評審 因為是大學的老師 有的時候看圖表習慣了 你沒有看到會覺得會怪怪的 而且那個本來就是你做研究的一個手段 所以你盡量可以用圖跟表來呈現是最好 像剛剛有老師有呈現一個方程式在做輪胎受力的部分 那個也很好 所以圖表方程式 如果就以大學的老師去評審這邊高工的學生的話 如果你已經有了這個東西的話 我相信是加分的 圖表跟方程式 還有結合現今的夯技術 舉例來說像電動車 自駕車 IoT 輕人車 太陽能充電 車聯網 我剛剛說的車體它就是一個多科技的載具 所以任何的技術你只要能夠跟車輛結合上關係 都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在機構在固定分析在控制在熱流都OK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傳統的題目還是會受青睞 舉例來說某一年的這個專題組的冠軍 他是用車用冷氣系統的改良 因為它的圖表非常的精彩 或是說你今天引擎是升值燃油 它測量非常多的數據 像這些東西的話就仍然還是會得到第一名 但是你必須要夠精彩才有可能 好 那商品化的可能性 我等一下最後一張會有一個 所有的材料的列表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還有要用現有的技術來製作 那你們在做最後的這個簡報的時候 記得就是說 你們的這個施工的話 要具有美觀的程度 不要這邊起疊 那邊歪掉這樣 盡量把那個職人的精神給拿出來 然後庫卡這個是我自己習慣做的 但是就像這個專題組說 他可能會做這個一頁的簡報 A4給評審也OK 三則頁也很好 更好 應該說更好 然後或者是說其他的展示方式 那動畫影片就是說 把那個你的作品的核心秀出來 還有記得清潔 清潔很重要 因為有一些組別 這個東西還不錯 可是桌上就是李莉大佬 一些什麼撥線前一些小碎屑 都在桌上 那都會影響這個評審 好 那到了現場 今天你東西做好了 到了現場 講演生動 也就是說通常我們在掩飾動機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用新聞 像你們剛剛是用新聞做導讀 那也有人是用一段小話劇 某一年的第一名的專題組的作品 他就是用行動劇的方式 去把動機給演示出來 那或是像現在拍攝的時候 像現在拍照的時候 各位不是都會拿一些立牌嗎 什麼我覺得很可以 什麼這種東西 那一樣 你今天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例如說我的產品可以節省5% 你這時候就突然翻出一個5% 或是拿一個牌子舉5% 或是說我的核心技術是 將什麼能量管理 就拿出一個能量管理 讓整個現場可以比較生動 然後建議就是說 一人說明一人解釋 什麼意思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要看的是團隊的合作 你在解釋你的作品的結構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他可以用手指這邊 這邊這邊這邊 或是你如果只有一個人的話 你拿一個指示棒 叫邊指這邊這邊這邊 通常我們比較困難的是 我們三個老評審坐在底下 你在上面講就這邊這邊 其實我們是不太了解 你必須細部的去指出到底是在哪裡 然後再來的話 大字報還有字考 還有這個滿重要 不要有人愛抖或發散 因為你們是一個團隊 有的時候會看到就是說 當我們在問某個人的時候 旁邊的人我不知道是在默念心經還是怎樣 就眼神的望著遠方 這個是盡量不要 然後這邊說的濃縮說明 小手冊還有庫卡 然後你們剛展示那個電腦展示動態的時候 要注意就是說那個光線要調到最亮 通常例如說我現在一個三角錐 或是一個三角立架 有些作品它是要在晚間偵測的一個影片 那在經過反光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評審看不清楚 所以你要確保你在演示的時候 你要站在評審這個位置去看說 我到底看不看得到你螢幕的東西 那還有這個也是滿比較詬病的 就是說這已經碰到過好幾組了 你只有寶貴的十分鐘 可是你在操作的時候可能是因為電池的電壓不足 電池袋不夠或是電腦當機 你要reset 然後大家就將在那邊 這個都需要去注意 那延伸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發生了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還是要必須要兩三個人出來談 就是說你要繼續講下面的東西 讓另外一個人去reset你的電腦 不是大家將在這邊 好那當你展示完了之後 你的回應評審的態度是怎麼樣 一樣就是上次有前三名的這個隊伍有兩隊 每一個人各拿出一個小筆記本 評審講什麼他就寫 雖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真的寫在上面 可是他真的就看起來很認真的樣子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評審曾經我們統問統答 講了十個問題完之後 他說評審你可不可以再說一遍 這個專門有點正確 所以筆記本很重要 這代表你尊重了評審 每個人最好都拿一個小評審 然後互相cover 一個人答不出來 並不代表你其他人答不出來 大家都是一個知識庫的 默契很重要 不要一起搶答或一起idol 然後責任分配 我等一下會說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評審都會抽點 你是做哪裡 你是做哪一個部分 這個一定會問 然後不要搶話 就是評審問你一個 請問你電路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邊有案 就是說評審不是啦 什麼的 不要這種現象 你先讓評審把問題整個講完 因為這個 我知道很多高中生都比較荷爾蒙旺盛 他就很想要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講我 不會 所以這個是你先讓評審先了解 他診斷的意思是什麼 還有你可以誠實說不知道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評審有的時候 他其實知道為什麼是這樣 他是故意要考你 所以你如果可誠實說不知道 或是說這個的確需要改進 不用in out 因為這樣就掉入評審的陷阱 然後你可以說我們之後會再著手研究 這樣就夠了 沒有做就沒有做沒關係 然後時間掌控 你的動機如果講了五分鐘 你後面就來不及 這個很重要 所以總結現場 它就是一個十分鐘的live show 你要把握這十分鐘 特別是創意組的部分 好 我很快整理一下評審的題庫 這個應該會 特別是你的製作成本 不管專題或創意組都會說 然後什麼時候商品化 是不是遙不可及 還是你最近就可以完成 然後對應課程內容 這一定會問 還有怎麼分工 然後我們就會一個一個問 你是做什麼的啊 你是做什麼的啊 你一定要答得出來 你說你做電路 那請你解釋一下這個電路怎麼完成的 你說你做焊接 那我請問你焊接的時候 你怎麼焊這個點 類似我們都會這樣子問 那當然有人很可愛 他就說我的任務就是負責買飲料 或是善打文字 盡量不要這樣子 因為team的話 基本上它是一個RD team 最好都有一些技術的含量在裡面 然後剛剛就像有老師說的 你有沒有查過專利是否有類似的作品 如果你連這個都沒查過的話 我們對於這個作品就會打折扣 因為那個代表的就是評審 就算你很好 代表的是評審還必須要再幫你查一遍 所以你必須自己先查過有沒有 類似的專利 那比較正規的做法 我有看到好幾組他就是 有類似專利 中華民國專利 I編號多少 他就把它列出來 可是我跟他的不同是什麼東西 我寫在後面 做一張列表 好 然後呢 與市售產品類似 有何相異處 這個就很重要 就是市面上的確有產品 可是我跟他的不同是怎麼樣 然後廠商跟老師協助的部分為何 那這個部分就是 如果你說都是你做 可是你答不出來 那其實就是老師或是廠商做 好 那這邊就是要解釋 一樣我們一定會抽點 還有你有沒有看過自己寫的參考文獻 通常我們很重視的就是說 你既然把它當成一個 專業的技術報告的話 你後面列的參考文獻 應該自己都完全看過 而不是濫於衝術全部放進去 而你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好 那像剛剛第一組的話 它主要是課本的章節 好 那的確 但是像剛剛有一些新聞的報導 也可以寫進去 或是說有沒有研究報導寫說 我看後視鏡 就是說我轉彎不看後視鏡的 統計的比例多少 有沒有查過類似的文獻 這些都可以寫上去 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看到很多作品很好 可是它是不是學長姐延伸的作品 因為去年看過 我怎麼今年又看過 我們要看的是那個進步性 這個很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我去年看過 我今年看過 我要你講的只是說 你今年的進步性到底在哪裡 你前面都不用跟我講 因為我們都有印象 強調本屆的創新部分 這一定要很強調 你到底改善了什麼東西 然後如果評審想不出要講什麼 我們就會說 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因為每一隊的時間我必須固定 大家都在看 我不能說我這一組 八分鐘好 我閃了 那一組講到十二分鐘不行 所以我們是希望最後 你筆記出來的問題 還有一些沒有回答完整的 那你就要去回答 這個會比較好 好 那我這邊大概整理一下 有一些 關於你們作品的一些強化分析 當然SWOT的分析 各位可能都知道 你的作品的強項 特別是各位要推增的話 一定都看到人格特質的SWOT 那只是說針對你的作品 你的強項到底是什麼 那你的作品一定有弱點 但是記得 我有看過有人在寫推增資料的時候 這個強項兩個弱點五個 這個不要自己打臉 一定是強項很多弱點很少 然後呢 你的這一個作品 它本身有什麼opportunity 為什麼這個作品 未來會有商品化的可行性 然後呢 你的競爭的產品是什麼 你怎麼避免跟它競爭 Threat 所以SWOT這個是最基本 各位應該都知道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比較新的 這個是以前我們參加比賽的話 叫做NSDB N的話就是Need 這個社會上這個車輛 它到底有什麼需求 例如說 車輛安全很重要 這個 所以我們的這個智慧駕駛 就需要放進來 這個是需求的部分 好 你針對車輛安全來說的話 你有什麼S 你有什麼Solution 列舉 例如說我有ABS 我有這個安全氣囊 我有道路偏移警示系統 還有你自己的創作的產品 這是Solution 好 在這麼多Solution 在這麼多的這個方案當中呢 他們的差異化在哪裡 它的差異化是ABS 它還是有可能會有這個碰撞的危險 Airbag 還是有可能有的時候彈跳出來 沒有對準身體的話 對整體還是會有傷害 你就是要列出各自技術的差異化 所以導到最後 你的作品的利益 對社會的效益在哪裡 所以NSDP是一種新的 對於你作品加分的分析的方式 好 好 然後剛剛說的 就的確還有一個Market Needs 像你們剛剛說商品化 商品化基本上 我相信剛剛兩組的這個金牌作品都有說了 就是我這個東西多少錢 這個東西多少錢 所以我totally 我只需要增加 例如說多少錢放在車上 我就可以保證車輛的安全 但是更進一步的是 這個是一套 後面呢 因為我分析了說 未來全球 2025年電動車的趨勢 還有油電混合車的趨勢 引經據點之後 我最後說 所以我成語 如果每一輛車子都有一套的話 我大概220 billion的商機在裡面 你可以做一些比較量化的說明 更進一步的說服評審說 這個東西未來是有很大的商機 我想這個是後續補充的部分 我想我先簡單的總結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就是剛剛紅組員 你會在你的老師 有那個事情 如果剛剛紅組員 你知道你不清楚 或什麼都要帶我這樣的 龍組員跟小友查看 都是一些警星道 我們都很熱心 對 紅組員是很熱心的人 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說真的有今天還沒想到的問題 未來想要跟我們想來就是陪我們一面代表我們 我們就謝謝謝謝翁主任的掌聲 謝謝翁主任 接下來最後一個中文做完時間 各位看看如果說有關於這個專程 我們是做生意比賽的部分有沒有覺得 我們也想請教 或是說希望建議未來我們在判明的時候 什麼樣子說 如果讓你只能從這種作用論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說一直想不到的話 也可以用文件或是規調方式 來跟我們做成功 那我大概回 如果各位可以幫我們看一下文件 對 那我們剛剛像我們剛剛尤老師所提到 其實在這個專題跟創業競賽過程當中 各位可以看到說 汽車好像也不准難說像你想你所想的說 就是汽車修復引擎 內燃機這麼單純的一件事情 你剛剛看到那個 我們昨天在講的就是說 像他們去參加育龍的那個創新的競賽的過程 他們所使用的不再是傳統的 以前我們教的這些汽車技術而已 他們把一些電控一些 聚電子的東西加進來 讓整個汽車東西的更功能 更加圖形更多的多元發展 所以我覺得說跨群的這個合作是未來的趨勢 那或許各位可以找汽車裡面 也可以找電機的老師和團隊來合作 我想剛剛所講的A加B一定會讓你的作品 會更加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個問題是各位在學校裡面 要廣結善移的話 跟不同球的老師一起多多合作 那我們以前在這個專題競賽加分的部分 那未來也可以變成他可以跨群去推增 比如說你現在那個你的汽車的跟食品的 或許有一個跨群的合作 在食品那邊得名 那你汽車的學生也可以未來推增 到食品群去科大去救育 所以我們是現在的那個加分如果是放放到 你可以選擇自己的原來就讀的群別 也可以選擇你得獎的群別去做各種加分 這是一個關於這個競賽加分的部分 那剛剛也提到一個點名 最後就是說其實我們這個工科的學生 工科學生在做作品就是 我達到那個功能就好了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這個食物群的放在一起 就是因為如果有機會帶學生來參加比賽的時候 就去看看每一群 看看別的一群到底做了什麼 你就會發現到說我們從 因為排過來從機械電子 然後從機械上排過來 排到會看到那個精彩度會不一樣 我們看到我們這些工科學生的作品 有的就是看起來就免觀度都不足 色彩都會變成非常的灰暗的感覺 因為我們都是用黑色的灰色的這些顏色 那你慢慢走到餐旅的走到那個設計的 這邊整個那個顏色就繽紛起來了 然後學生的展覽表現 我們就很中規中矩 人家到那邊的時候 他們有的是穿不同的衣服 或是展現他們特色的部分 就看到客群不同的那個量態產生 那有一次有些來賓就問我說 你這個工科的學生怎麼用那個紙板 後紙板折一折 然後用膠帶貼一折 作品就這樣呈現出來 這個到決賽怎麼也是這樣做的 那我去看我們那個 像去年還是前年有一組是 用那個掃地機器人去收集那個乒乓球 他這個是用後紙板折一折 然後用膠帶貼 我說你為什麼弄個好看的紙板 噴個機然後用個螺絲什麼去固定 他啊來不及啊 你就沒時間啊 不只是說我們也不會做 我覺得這樣就很可奇的 作品展現出來 讓你給他看的時候 人家就覺得你裝了一個顏色 所以我這邊也建立大家說 剛那個名字裡的文章說 你關門過其實是很重要的 雖然我們功課選舉的 我功課達到你可以做得出來啊 但是你在看的時候 就會希望說你會 這個人就有關 所以我建立說 假設你們覺得說自己沒辦法紙 那你就跟設計的 不知美工科的老師或是學生合作嘛 加入一個那種學生進來 幫你們做這個作品外觀的設計 我覺得這樣子對整個作品的加分 也有很大的這個貢獻 而且我同這個群科學生在一起合作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出來 所以這也是跨群的部分 我們慢慢的這幾年來 這個在這個推動底下 每一年跨群的這個建築也不要越多 所以這邊也可以大家建議參考 所以在帶學生設計題目的時候 思考的時候 可以朝這方去做什麼 跟不同群的這個科學型合作 就會有更多的想法出來 其實有時候我在想說 我們汽車不能跟參林的合作嗎 也可以啊 因為現在像現在Google Eats這麼多 以後 參林的在怎麼輸送的時候 跟汽車這種路線的設計這些 這些都可以有很多人跟著新的時代 就有很多新的題目這樣出來 這個參林就可以跟汽車合作 汽車不定間傳統的修復說 只會引進地盤這些東西而已 有更多新的想法 可以讓學生有更多的創意 他們一定有很多新的想法 我們這一代的說不定 我就覺得很不喜歡去叫那個Uber Eats 學生就很喜歡 年輕人就很喜歡 所以不同的時代的想法 或許他們就有不同的發展 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那另外剛剛洪主委也提到一點 就是說那個發明專業的誤會 就是其實評審看到你有這個發明專業的時候 那就就是說已經被 因為發明專業其實很難申請 你得到了 那他不用看馬上心理就對你的這個作品 就覺得說你這是有所謂的作品 但是各位知道發明專業不簡單 如果申請過老師 就是說你一個發明的時候搞了兩三年 你學生等到他在做的時候有這個想法 你要申請發明專業的時候怎麼來得及 他每個都是辦了一年的時間而已 所以我覺得所以有時候發明專業不是那麼容易 尤其你有專業 那個要花錢花時間 不是自己這個想想寫寫就可以 那但是我覺得新型專業或許可以 就是需要投入一些資訊 所以新型專業剛講情勢審的幾個月就通過了 那我們今年在幫一個學校的作品 推商品化 因為那個學校作品在這個評審的過程當中 還被發現很有商品化的價值 所以我就推就找廠商來 希望說可以把它的作品商品化 可是廠商來第一個第一句要問的就是說 你這有沒有專業 然後主要說沒有啊 沒有專業 你這樣就打退他們 為什麼打退他們 因為他假設跟你合作 把你的作品他經過設計完了以後 變成一個產品以後 你的東西沒有專業會怎樣 有沒有變怎樣 被謊號啊 甚至人家把你的東西拿去 看了以後申請專業 反而你的東西不是自己的原創了 人家搞不好把你的東西拿去變成他的專業 你的產品搞不好未來變成清潔 你的啞巴是滿臉 所以我們學校老師的時候 對做我們專業的東西 後來我就跟這個學校老師 趕快是不是申請專業 然後人家廠商才願意 要不然廠商幫你開發 幫你開模 幫你設計好產品出來以後 結果這個產品 這個廠商以後 虧錢了他投資證 結果他的產品馬上被仿冒了 他不會來虧錢 所以他不想做這個事情 他老師就覺得說 蛤 還要申請專業 那很麻煩 而且專業還要花錢 還要什麼什麼等等 就覺得說好 是很麻煩的事情 是大家想一想說 這個商品化的適合 一定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至少要有一個新型專業 因為他幾個月的時間就可以 有這樣的一個作品 形成的 所以這邊人家在分享說 這個專業的這個事情 確實可以為你盡以待的交通效果 而且真的如果說要商品化的時候 這個新型就是換了專業 還是有對這個產品的欄賬 這個是未來時代的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那尤其創意組的部分 剛剛提到 有些加一些電子元件進來 就很容易有新的光影出來 那這樣的話就會被保護 因為你如果說沒有專業的保護的話 未來你這個想法 一旦在這邊公開了以後 被人家申請去了 你自己有專業的想法訪問 所以這邊希望大家在做這個 大家學生的時候 可以多灌輸一下學生戰略 管理跟想法 他不一定現在就有申請 但是你如果老師有這個想法 灌輸學生的時候 未來他再做這個產品 就能夠工作戰略的概念 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 希望在這個代理學生的時候 能夠有更多的影響 這樣子我們清楚的答案 好 不想各位對 今天的這個整個教練的過程 甚至他們在座的三位老師 還在這裡 有沒有什麼要跟他們請教 就是跟我們這個競爭活動 這邊來做什麼 互相做教育 這個有關於動力機械型創意組織 競賽得獎的學生 能不能比照科長 也是不要限定特別 因為現在的辦法 是要回歸到動力機械群 所以事實上在 今年我的學生上面遇到的問題是 在紀錄這整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很多學校 動力機械群的學校 開放機械系 可以進 機械科可以進來進 所以擠壓到動力機械群 我們本身系這個海是升旋 有一點阻力 因為在這樣子的話 回到動力機械群 然後你等又被部份 被機械群拿走 那科長它是部分群的 因為創意這個東西 事實上機械電機 甚至到其他的 事實上都是一個整合的部份 我是建議說 創意組織要受限它的群組之名 不能提出這個建議 我甚至我有孩子到機械群去 比賽也是得獎的 但是他要回到動力機械群 他不能到機械群的創意組 去登進他們機械群的科系 所以會造成動力機械群的孩子有表現 但是他又可能受到 本身動力機械群的升旋學校 名額沒那麼多 會受到影響 這個問題我剛剛的講就是說 他如果跨群的話他可以選擇 假設說今天 創意組可以跟創意組可以 也可以的 今年發布的 對 今年已經 好 那所以今天就可以了 對對對 他如果今天跟我講的時候 那個那個 就是跨群的鋪你可以 這個到參賽的群品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的群 可以讓學生都有點選擇 因為有時候學生 尤其我們技高學生 說他一開始選這個群的時候 他就知道自己的興趣 後來玩一玩 完就興趣出來以後 他到極高他就想要 什麼 什麼 全靠一個群組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 你學生的 好幾個需求的方式 走 這時候 當誘到所有的建議 經驗經驗 這個 這個 照做成為一個高層的 那我們會在 那美金園的同樣 會在基礎委會裡面 在做確認這個事情 資金圖 嗯 我們目前收到 他是說即將發佈的 那個是會改的 對 就是經驗公告的 謝謝 那大家再看一下 那個公告的 其中的辦法 那我們也盡量 現在 國教署也一直在 重視我們技高的學生 好戰 所以也希望我們提出 更多的這個方法 或是誘引來的學生 那我們也希望說 把這個獎金提到 因為我們以前 對於參賽學生的獎金 並沒有 就是 多了 那今年國教署也答應 所有提高的 競賽學生的獎獎 那但是得獎的 這個挑戰的比例多少 他們還在精算當中 不過 獎金也都在提高 顯示說 這專輯競賽 其實他們有受到 國家肯定的重視 那希望 大家多多帶領的學生 但他們 在於學習過程當中 能夠找出一些興趣 跟樂趣 所以專品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做法 那希望大家繼續能力 好 今天老師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是建議沒有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明年 希望大家能夠帶領學生到決賽 有些很多老師都會想說 哇 到你們決賽來好難 因為經過好幾關一直競爭競爭 才到師大 我覺得說這是一個學生的榮耀 他們在學習的一個目標 最重要就是到師大來參加決賽 這個可以學習的這樣一個目標 讓他們能夠美女美女 這樣的一個激勵他們 那希望明年 我們如果一起結合後 還是在師大辦 那有機會跟大家在明年 在師大經典 希望能夠一起 大家為這個學生的專輯來 那今天我們的工作要在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